那就是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满足我们前面的需求 就是说对于任意给定的x 逻辑函数的输出fx的定义是 对x取负质 求指数 自然指数 加1取导数 这样fx的值呢 总是在0和1之间 并且您可以看到 它在任意点上都是光滑的 都是可导的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当x的值等于0的时候 fx就是逻辑函数的值呢 是等于0.5的 当x的值大于0.5的话呢 当x的值大于0的话呢 fx的值就是大于0.5的 当x的值小于0的时候呢 fx的值就是小于0.5的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二元分类的问题 就是对应的x 如果对应fx的值大于0.5呢 那我们认为输出应该为类别1 如果当x的值小于0 对应fx值也就是小于0.5 我们可以认为它对应的输出的类别 应该为0 这条逻辑函数曲线呢 有这样一个特点 随着x的增加 y值增加 但是y值的增加的 其实是越来越平缓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这条曲线 或者逻辑函数求导的话呢 在x等于0的这一个点上 它的导数最大 然后呢 随着x的增长导数是逐渐趋向于0的 但x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对x取负就是负穷大 对负穷大求自然指数呢 它是接近于0的 那总的来说 在这个情况下 fx的值有逻辑函数的值是 一约等于1的 但x非常非常小 小到无穷大的情况下呢 那-x是等于无穷大的 对无穷大求自然指数呢 也是无穷大 在这种情况下 fx的值呢 是趋向于等于0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例子 对于任意指定的x 它的y的取值要么是0 要么是1 我们如果用逻辑函数来理合这样一组曲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认为这条函数代表的是 给定任意x 当y等于1的概率 这就是逻辑回归的基本思想 那这里 给定x y等于1的概率呢 是用逻辑函数来 来建模的 它的模型呢 有两个参数 或者系数 一个是θ0 一个是θ1 这是在 1位的情况 也就是说 x是一个实数值的情况 那 这个时候 这个逻辑函数的定义就是 给定x的值 我们把它乘以一个 给定的系数 θ1 再加上另外一个θ0 对它们的核取负 然后再求自然对数 自然指数加1 取倒数 这样我们就得到 给定x 求y等于1的概率 或者可能性是多少 这样的话呢 我们判断这一个概率的值 如果当它大于0.5呢 我们就认为 给定的x 它对应的y的值 应该是1 那边应该是1 如果这一个 给定x y等于1的 看比小于0.5呢 那我们就认为 给定x y等于 y的那个 取值应该是0 对应该是1 1 2 1 2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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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